刚刚给大家的出行温馨提示中 交警也已经说了 出行前要检查好自己的车况 但是您看下面这位 明知道自己的车子 刹车性能不好 不及时去修理 还敢上高速继续跑 结果出现了追尾事故 驾驶员小吴也被困在了驾驶室内 动弹不得 9月27号上午 G92杭州湾环线高速 发生一起追尾事故 一辆货车追尾半挂车 司机被困驾驶室 急需救援 接到报警后 高速交警快速赶到现场处置 现场我们当时还感觉 驾驶员情况还好 但是后来发现驾驶员 腿部已经出血了 当时大概到现场 我们有我们三个民警 还有两个父亲一起 第一时间先跟驾驶员进行沟通 看看伤情情况怎么样 事故发生后 追尾的货车驾驶室 已经扭曲变形 驾驶员吴某的身体 被方向盘卡死 两条腿也被卡住无法动弹 民警试图拉开车门 但因驾驶室变形严重 无法拉开 只能一边等待消防救援 一边尽力安抚驾驶员情绪 上个阵子你再坚持一下 好 再坚持一下 按键带能解开了 来 按键带先把它解掉了 怎么回事啊 速度太快了是吧 烧得不太好 十几分钟后 消防队赶到现场 使用专业设备 很快将被困驾驶员救出 民警和救援人员 一起小心把驾驶员抬下车 随后将其送上赶刀的救护车 送往医院救治 原来这个事故 是跟他的刹车故障是有关的 驾驶员说之前他就发现 这个车辆的刹车片是有问题 但是他没来得及去修理 他想等到这一趟货跑完之后 再到修理场去修理 结果他没想到 你就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情 经医院诊断 驾驶员左腿净肥骨 严重骨折 伴有严重的软组织挫伤 幸好送医及时 否则如果大量失血的话 可能严重影响腿部的康复 后车司机吴某 因车辆故障导致追尾事故发生 负事故全部责任 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记者徐博文编辑报道 从而不是 代用家质缪辑 投赑码